好,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题目 要是求从n等于1加到无穷大 那它的一般向是什么 是5的n次方,分之2的n次方 加上负1的n次方 它的值是0多少 OK,那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先把它做一个化解 化一个化解 好,来第一步骤 我们把它拆开 拆开变成5分之2的n次方 和5分之负1的n次方 好,那这个时候加减的部分 在sigma的地方可以做拆开 可以做拆开 好,它有分配率的效果 所以呢,我们就把它拆开 那拆开的话就等于什么 它就变成是无穷得比级数 好,来,那我们就要判断 它的公比有没有接在1跟-1之间 好,来5分之2有 5分之1也有 那我们就可以带入它的公式咯 它的公式就是1减掉公比分之首项 所以前面那一项会变成1减掉5分之2 分之5分之2 后面那一项会变成1减掉5分之负1 分之5分之负1 好,我们把它划减一下 就变成3分之2加上6分之负1 得到最后的答案 就变成6分之4减1 等于6分之3 那又等于2分之1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1-0分之3 谢谢大家